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瓦伦西亚和比利亚雷亚尔也各自投入了7500万欧元 排名西亚支出榜的四 五位 瓦伦西亚引进了切里舍夫 加梅罗 巴舒亚伊 皮奇尼 孔多比亚等球员 黄前引进了巴卡 卡赛雷斯 莫里 赫拉德 莫雷诺等球员 球队今下只引进了三名球员 其中仅在引进卢本阿尔卡拉斯的时候花费了100万欧元 在出售球员获得的收入方面 黄马一共获得了1.27亿欧元 其中 据得转数据显示 黄马出售C罗就获得了超过1亿欧元 在新赛季西甲的2.0支球队中 有9支球队今下在转会市场上的支出要大于收入 他们是 马进支出减去收入达到了7800万欧元 西甲最高 巴萨 赫塔费 阿拉维斯 赫罗那 瓦伦西亚 比比亚雷亚尔 巴拉多利德 维斯卡 其余的11支球队则在转会市场上实现了盈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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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